且忘了过往的翅膀 小人 已经什么都不记得了 夫人 也必须忘了一切 庄军长 你就在身边 让我很安心 我说特卡 是 大元帅 你去告诉唐谷跟葡萄 我烧大求福印寺 我烧大藏经 我说洪福远 是 大元帅 我 现在给你几名士兵 你以使者的身份 前往江华 劝他们投降 必向我们求饶 叫国王或崔宇 其中一人亲自来见我 大元帅 哎哟 大元帅 难道您不晓得 他们现在想要杀了小人吗 万一小人以使臣的身份过去 可能当场人头落地呀 哈哈哈哈 洪福远 没想到你这个人如此胆小 你又是以蒙古使者的身份前来吗 没错 我就是蒙古派来的使者 我丑话说前头 你们绝对不能取使者的性命 我希望大家不要总是一副 想把我千刀万刮的样子 你这该死的家伙 胆子还真的 你有什么脸来到此处 我可是蒙古的使者 请你说话客气点 上次烧了新王寺 根本是轻而易举 我们早已经做好万全准备 要烧掉另外一座寺庙了 真是太可恶了 我们蒙古将军葡萄 已经派最迅速的寄兵 前往大丘的方向了 那个叫福音寺的寺庙 目前真藏着高黎人 最尊敬最敬仰的大藏经不是吗 你这个混蛋 你太可恶了 竟敢打我们大藏经的主意 你们没有时间挣扎了 要快点做出决定才行 还有 要尽快派出高黎的使臣 跟我一同过疆去 见萨里塔大元帅给个交代 快点给我个答案 你这个混蛋 我要杀了你